我不是暴龙 这一天 秦龙到乐乐园来吃东西 玩游戏 其他的小恐龙看到他 就大声的喊着 暴龙 暴龙来了 快跑啊 暴龙来了 救命啊 暴龙来了 没多久 乐乐园只剩下小秦龙 其他的恐龙都跑光了 小秦龙很伤心 因为每次他想来找朋友玩 大家都吓得跑走咯 为什么都没有恐龙 要和我玩了 没有朋友和他玩 秦龙只好回家了 回家以后 小秦龙问爸爸 爸爸 为什么大家看到我都跑走 不和我玩呢 为什么大家都叫我暴龙 爸爸听了也觉得很难过 抱抱小秦龙说 不要难过 下一个交朋友日 爸爸再为你介绍一些吃草的恐龙朋友 谢谢爸爸 这天早上是恐龙的交朋友日 小秦龙最先站出来说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秦龙 不会咬人 请和我做朋友 秦龙爸爸也站出来说 大家不要怕我们 我们不是吃肉的暴龙 吃草的小恐龙们都吓得躲到妈妈的背后了 恐龙妈妈则告诉小恐龙们说 仔细看 秦龙和暴龙不一样的哦 暴龙的前脚很小 而且只有两根很利的爪子 秦龙的前脚 却有像钉子一样的大拇指 那是用来勾树叶吃的 是啊 而且暴龙啊 会比秦龙还高一个头呢 那秦龙不会吃我们了 当然不会啊 暴龙啊 才会吃其他恐龙 秦龙只会吃树叶 三脚龙宝宝小声的说 因为秦龙和暴龙一样用两只脚走路 我们才以为它是暴龙 秦龙爸爸说 秦龙和暴龙真的有点像 不过暴龙的牙齿很尖 我们的牙齿和你们一样是平平的 小恐龙们终于明白了 秦龙和暴龙不一样 也是吃草的小恐龙 这个时候 三脚龙宝宝从妈妈背后挤出来 对小秦龙说 秦龙 对不起 我误会你了 请你和我做朋友好吗 当然好啊 走 我们一起去吃草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周图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